众东时节 安徽合肥迎京东首场降雪 在合肥卢阳区新传茶书房却暖意融融 该书房主人 台湾国学教授朱荣志 正为传统国学授课做准备 走进新传茶书房 浓浓的国学氛围扑面而来 据符孔子画像两侧的对联首字 便是书房新传名字的由来 新火街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 传道学古圣贤立德立功立严 这也是朱荣志传道授业五十余载的人生追求 我一直认为这个庄子里面新火相传 那个新进而火传 人总会过去 但是这种生命 古人讲立德立功立严 我自己诸书历说写了七十本书 那么还在每天还每次写十篇小文章 那么这个怎么样把这些能够散播给更多人来受益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一个责任 朱荣志1949年出生于台湾 先后在台湾师范大学 台湾原培伊士科技大学任教 退休后 他受邀到合肥参加孟子学术研讨会 并在合肥生活于十年 因其学国学 教国学 研究国学 最经常被邀请到安徽高校企业局讲课 朱荣志表示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他从小就接受很完整的传统文化教育 彼时的台湾非常重视中华文化 小学 初中 高中 共同的校训是礼仪廉耻 中校仁爱 信义和平 所谓的四维八德 对于台当局去中国化课纲问题 朱荣志认为 传统文化课程的减少对孩子的影响太大了 我经常有机会讲什么是台湾人 所谓台湾人就是基础在台湾的中国人 因为我们今天两岸的统一 一定要靠文化的认同 因为我们中华文化特色 就是一个家族文化 就是一个传承 在朱荣志看来 大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 民众物质生活的提升 现如今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文化的传承 也需要两岸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在很多年以前我们两岸的学者 因为透过学术会议 大陆学者到台湾去参访 台湾的学者来这边讲学 或者什么 那现在很多学生两岸的交流 我们觉得需要更多的年轻人 因为国家希望在年轻人 年轻人要有共同的一种互相的理解 互相的接纳 那么我想这才是国家之父 朱荣志认为 对年轻一代的文化培养 师资是非常重要的 在教学时要注重方法 不能咬文嚼字 而是要做好大众化传播 我觉得我们今天谈国学 不是要做精致古人 而是要古为精用 把古人的智慧化成 我们现在人的生命养料 所以要用现在的语言 去诠释古人的智慧 那么能够接地气 但是才能够接受 虽然就是要做好大众 海拔 虽然是又不够接地气 我打算就能够接地气 其实是实际力的